再带你来看到光复乡泰巴朗部落至今仍保留着严谨的部落年龄阶层制度 从今年9月开始部落年龄阶层也透过县府原民处的传习计划协助 赶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完成索拉拉旦模型屋的搭建 因此部落族人在今天是特别杀猪来庆祝晚工 不论是入山采集或整理黄藤、竹子与木头等天然 建材还是从整地搭建 今年9月份起泰巴朗部落年龄阶层不分老幼全员投入 在祭祀广场边合力搭建这一栋索拉拉旦部落阶层聚会所模型屋 要把消失进一甲子的索拉拉旦盖回来 过来就教我们愿意就教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话 哇很高兴啊 太激动又高兴 有那种机会 机会所就很久没有看到了嘛 他们说妈妈说有机会所 所以你愿意奉献你的一些技能这样 也是妈妈教我们 才会学这种的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在县府园民处传习计划的协助下 部落年龄阶层分工合作 不仅重现部落重要的索拉拉旦聚会所 在部落祭司令政治及多位勤劳的传授下 也学会索拉拉旦传统搭建工法以及工艺文化 很复杂 你知道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 他有夹杂一种无奈的感觉 那大家也就是尽可能地回来一下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办法参与到老人家的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也是跟老人家学习 学习着他们原本以前的传统智慧 从9月份正式动工 太巴朗部落动用近百位阶层青年 花费近千人次来搭建 终于赶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完成 部落今天就特别杀猪庆祝完工 同时也颁发纪念阅历 感谢有工人员 现场温馨人 以后做那个真正的索拉拉旦 不能迟到咯 我们只有制作100份而已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得到的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好好可以保持下来 只有一百份而已 太巴朗部落充分发挥保留至今的年龄阶层文化制度 关注部落事务也共同搭建部落需要的索拉拉旦阶层聚会所 部落青年也从最初就进行拍摄 全程进入下来 并且在现场播放细细欣赏回顾 部落以简单的杀猪方式来庆祝索拉旦完工的喜悦 也慰绕族人的辛劳 部落祭司林郑志表示 由于明年度将正式搭建正规的索拉拉旦 因此这栋索拉拉旦模型屋就不遵循部落传统的记忆 未来将作为文化教育场域之用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后不吝点赏回顾部落传统的启作为文化 一般地都不吝点赏回顾部落传统的启作为文化